第198集 五代后晋 高祖石敬堂 后晋高祖档案 生族年公元八九二至公元九四二年 父母父亲是石少雍 母亲是和氏 后妃李皇后等 年号天福 在位时间是公元九三六至公元九四二年 是号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 妙号高祖 林寝河南显灵 性格老谋深算 贪婪无耻 樊树志在《国史十六讲》中点评说 这种甜不知耻的举动 使他以儿皇帝的小丑形象 盯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石敬堂沙陀族人 自幼随父征战沙场 屡历战功 后出任后唐河东节度使一职 成为当时势力较大的藩镇之一 清泰三年 公元九三六年 他勾结契丹 起兵返唐 后功科洛阳 建国称帝 他在位期间 卑躬屈膝的以副礼式契丹 而他割让燕云十六周给契丹 致使中原汉地北方屏障顿时 祸害后世近四百余年 石敬堂出生在太原 他的父亲名叫石少雍 是李克用帐下的一名小将 后官至明州刺史 石敬堂自小随父亲 练得一身刀枪骑射的功夫 后来父亲去世 石敬堂就做了李存旭帐下的校尉 随着他南征北伐 石敬堂性格沉默寡言 但心思机敏 由爱读兵书 他很崇拜战国时的李牧和汉朝的周亚夫 常学着李州用兵出奇制胜 屡次建立战功 后梁真名元年 公元915年 李存旭占据魏州 梁将刘巡 率军攻打清平 今山东清县 李存旭率军来救 不料中计 身陷梁军重围 在此危急时刻 石敬堂请战 率领十余惊奇 冲入了敌阵 从万军中把李存旭救了出来 事后 李存旭拍着他的背 赞叹道 将门胡子果然名不虚传啊 并把自己喝的酥油茶赐给他 石敬堂由此身为大振 在军中名造一时 至此 李存旭日益器重石敬堂 并将他位在异地 爱将李思源的帐下效命 李思源是能争善战的勇将 每逢林敌冲锋陷阵 从不顾个人安危 石敬堂追随其后 多次从乱军中 侧应和救援李思源 日久天长 碎成了李思源的心腹 李思源为了搂搂他 就把女儿下嫁给他 还让他统帅精锐亲兵 左摄军 后唐同光四年 公元九二六年 魏州发生兵变 李存旭 命李思源率军平叛 石敬堂也一同出征 在魏州城下 李思源的部队也发生兵变 与魏州的叛军和兵一处 拥立李思源为主 李思源不知所措 急忙询问石敬堂如何定夺 石敬堂此时野心膨胀 碎劝李思源说 岂有在外领兵 军队发生兵变后 而主将却没有事的道理 况且犹豫不决是兵家大计 不如趁势迅速南下 我愿率领三百骑兵 去取汴州 今天的开封 这是得天下的要害之处 得之则大势可成 李思源也觉得实事有利 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派他亲率三百骑兵为前锋 直取开封 石敬堂领兵极尽 昼夜兼成 攻占了汴州 李存旭率兵来聚 结果被乱兵所杀 李思源随后率军入洛阳 登临大宝 即位为帝 是为后唐明宗 石敬堂因拥立有功 被任命为 宝义军节度使兼六军诸位副使 并赐号 节中建策兴赴功臣 之后是年年生前 先后任 世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河东节度使 大同 张国 镇吾等军 翻汉 马步军总管等职 后来还赐封他为 耀中 匡定 保洁功臣 晚唐以来 翻阵割据 汉将统兵于外 不受节制 谁掌握了兵权 谁就可问鼎天下 此时 总览河东军务的石敬堂 羽翼丰满 只坐等的时局变动 便好乘势而起 去后唐而代之 长兴四年 公元933年 后唐明宗李四元驾崩 李从后几位 视为敏帝 为了巩固政权 他实行换阵的政策 照令手握雄兵的 翻阵节度使 调换防区 以此削弱各阵的势力 奉降节度使李从科 拒不从命 起兵造反 并将李从后的 平叛大军打得落花流水 石敬堂见有机可乘 于是拥兵南下 囚禁了敏帝李从后 于伟州 欲携天子而令诸侯 然而 李从科兵多将广 很快便攻克洛阳 即位为帝 石敬堂无奈 指得前来朝见新皇 李从科对手握重兵的 石敬堂也不放心 本打算将他 幽禁在洛阳 后来 在李四元的发期 曹太后的说情之下 才勉强同意石敬堂 回河东驻地 石敬堂回到晋阳后 表面上对朝廷忠心耿耿 暗中则加紧防备 后来 朝廷派使臣到河东 犒赏将士 石敬堂手下将士高呼万岁 想趁机拥立石敬堂为帝 石敬堂自知 时机还不成熟 马上把为首高呼万岁的三十六人 逮捕斩首 然后上奏李从科 以表忠心 李从科听说这件事后 对石敬堂的疑心更重 于是 以武宁节度使张敬达为北面行营副总管 命期领兵囤住在了戴州 牵制并监视石敬堂 石敬堂心里更具加速准备 清泰三年 公元九三六年 石敬堂以身体磊若为口实 祈求解去兵权 调往他阵 他这么做 其实是想试探李从科 如果李从科同意他解职 说明皇帝肯定怀疑他 如果不同意 就说明李从科仍然信任他 李从科认为石敬堂不臣之心 疫情昭然若揭 无论调与不调 他都会反 于是 下诏调石敬堂为天平节度使 诏令一下 军事哗然 石敬堂趁机煽风点火 鼓动军心 部将刘之远 谋臣桑维汉等人 力主石敬堂起兵反抗 石敬堂于是上表说 李从科不是李四元的亲生儿子 应让位于许王李从义 李从科阅奏后大怒 立即派军征讨石敬堂 石敬堂此时兵力虽重 但不见得能够打得败后唐大军 所以求救于契丹 上表称臣 以赴礼是辽主耶律德光 并约事成之后 搁燕云十六周给契丹 耶律德光闻寻大喜 列级亲率五万精锐骑兵南下 解出晋阳之围 石敬堂亲自率众出城迎接耶律德光 百般奉承 奴言悲惜地称 比他小十一岁的耶律德光为父亲 这年的十一岁 石敬堂在耶律德光的帮助下 攻克洛阳灭掉了后唐 灭掉了后唐以后 耶律德光册封石敬堂为皇帝 建国号为晋 定都汴州 带元天府 是称后晋 石敬堂称帝后 即按照当初的约定 将燕云十六州割给了契丹 承诺每年给契丹 布博三十万匹 燕云十六州递接契丹 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 如今割让给了契丹 就使中原王朝失去了北部屏障 后患无穷 以后燕云十六州成为契丹 女真 蒙古等民族南下掠夺中原的基地 使北方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 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期 才重新将燕云十六州之地 收归汉民族之之下 石敬堂对于契丹是百依百顺 非常谨慎 每次书信皆用表 以此表示君臣有别 他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 自称臣儿皇帝 每当契丹始臣至 石敬堂都跪地接召 十分恭敬 天福三年 公元九三八年十月 契丹前使册封他为 鹦鹉名义皇帝 他高兴万分 像迎接天书一样 把诏书迎进大殿 供奉起来 每年除了进贡三十万匹博 给契丹外 石敬堂逢年过节 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 太后 贵族大臣送上大批的礼物 那些人一不满意 就派人责备石敬堂 石敬堂总是毕恭毕敬地 赔礼请罪 晋朝使者到了契丹 契丹官员傲气十足 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 使者回到汴京诉说受辱之事 朝廷上下都深意为耻 只有石敬堂毫不在意 虽说如此奴士气丹 可以结好强林 但是国内将士离心 却也极大的动摇了后进的统治 在他当政的几年里 不断有藩镇起兵反叛 而大多数人起兵的原因 也无非是至于气丹四字而已 石敬堂在任地方刺史 节度史时 尚能做到勤俭清廉 但是做了皇帝之后 就开始奢侈起来 他的宫殿都是用黄金 美玉珠宝等物装饰的富丽堂皇 奢华程度远超过后唐诸君的攻势 既要贪图自己的享受 又要贡献大批的金箔 讨好契丹主子 富库日号 庞大的财政负担 最终都转嫁到了老百姓的头上 在石敬堂的残酷剥削下 后进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加上当时天灾贫乏 水汗 蝗灾接连不断 这使后进 饿瓢盈野 流民遍地 饿死 冻死者更是难计其数 为了镇压百姓的反抗 他又下令制定了许多残酷的法律 如凡偷盗一钱以上 一律处死 男女不论是强奸还是通奸 一律处死 他还发明了剖心 剥皮 油肩等酷刑 导致明院更加沸腾 不光民心不稳 就在后进的朝堂之内 也多有人不满石敬堂的统治 有耻于投降其单 后进天赋二年 公元九三七年 天雄节度使范庭光在魏州起兵 这个魏州的魏是姓魏的魏 石敬堂令东都巡捡张从斌讨伐 但张从斌率军到了魏州后 与范庭光一道反了 不久魏州也发生了兵变 这个魏州的魏是三点水 加一个魏 后进天赋六年 公元九三二年 承德节度使安崇荣上表指责石敬堂 奴士契丹 蹂躏中原 并表示于契丹决以死战 辽地耶律德光派人责问 石敬堂无奈 只得发兵战了安崇荣 并将他的头送于了契丹 石敬堂晚年排斥世人 宠信宦官 致使励志更加腐败 朝纲越发紊乱 许多曾经为之倚重的心腹重臣 对他失望 纷纷离心离德 各谋出路 河东节度使刘志远先是拥兵自重 霸具尽阳 继而拒敌其丹 收纳不愿归府辽朝的土玉魂白城腹部 耗尽天福七年 公元九四二年 耶律德光又派人来问罪 石敬堂既不敢讨伐 他手握重兵的刘志远 更不敢得罪父皇帝 坐右为难 彷徨无忌 终至忧郁成疾 这年六月 石敬堂病逝 十年五十一岁 其人虽死 但千古骂名 却一直延续至今 不亦悲乎